大家好 我要先講就是 我們今天想要來找 也是找來幫忙測試 然後待會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是可以在外面找到我們這樣子 那也簡單介紹大家學的是什麼一樣的一個專案 那我們的前面有學生 然後有老師 有家長 或是工程師 設計師 那也主要都是來自於不同的地方 然後平常都是以協助的方式進行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做一個學習資源搜尋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想要更進一步回去協助自主學習的學習者 所以我們現在做了一個找學習夥伴 或是要一起做一件事情的一個功能 那尋找夥伴是說你今天在學習過程中 你可能會需要找到類似的人正在學的東西 然後會想要一起請教或一起學東西 那這是我們這個新作的功能 然後需要大家協助來去看看怎麼樣可以讓它更完善 讓你在使用上會比較方便 然後糾團是因為在找夥伴的時候 你可能比較有動機的話 你會自主動的去找人 但是如果你今天其實不知道要找什麼人的時候 你可以參考一下 欸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專案你想要參與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去聯繫主究 那有點像是以視為中心的去學習這件事情 好 重點就是這個 請大家幫我掃一下 那如果你今天不方便 呃 待會到我們旁邊去 所以我們就多聊一下 了解一下在操作上 有什麼想法的時候 也可以掃這個 然後有個表單 然後可以在上面做操作 然後主要有兩個連結 一個連結是找夥伴的 測試的頁面 那另外一個是糾團的 那如果有任何人會都可以在上面填寶單 那如果 再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覺得不方便的話 那個 呃 我們也爭取一個一個 就是使用者的測試這樣子 那待會在某個地 就是在外面某個地方會找到我 然後我們有設計師 再讓大家有興趣的話再掃一下 好 好 那呃 如果不方便的話也可以加入我們DC 然後DC的頻道是for 然後就是你有可愛可以在上面留言的 好 最後最後就是DC在最右邊 然後左邊是我們的現在網站 但是網站上現在看不到兩個功能 因為還沒上線 這邊是IG 然後 那有興趣的話再麻煩大家 謝謝